好 好 那這種香菇也是不錯 都是台灣的香菇 剛剛憲哥真的我想不到 這個藍人實在是超級厲害 他之前知道說 那個菇的那個餅剪的 就是剪掉的都是大陸進口的 台灣的香菇會留餅 大陸進口香菇都是沒有餅的 台灣的習慣都會留餅 那大陸他們那邊 都認為那個餅不要 大家也認為說會增加重量 所以他們餅的剪得很低很低 甚至有一些幾乎都沒有餅 是 好 那大陸的香菇也有可能就是說 有兩個極端 一個就是說它有泡過藥 所以你換很久它都不會 都不會呼吸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有泡過藥 所以這邊不是很黃 就是超級白 那我這個都不是 我們這個都是台灣的香菇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底部的地方 很黃 非常黃 像金針的顏色那個黃 或者是雪白的都不要買 這個都不是自然的顏色 像這種就比較自然是不是 這個都很自然 那這個顏色其實跟它 就是它一樣是台灣香菇 但是它也很香 那它為什麼比較黃呢 因為這是今天買的 這個就是大概兩個月前買的 對 有一點氧化 時間上的落差 老師 那我有一個問題 像香菇要怎麼保存 它是要冰冰箱 還是放室溫就可以了 打開了以後 如果說你有那個很密的密封盒 就不需要放冰箱 可是如果你找不到 那麼密的密封盒 就一定要放冰箱 老師 那我也有問題耶 像乾香菇啊 我永遠不知道它打開之後 到底它可以放多久 說我們放一年的還在吃耶 放一年的其實太久了啦 那到底會 乾香菇可以放多久 你只要就是聞的時候 不會有臭鋪鼻 它是可以吃的 它都還是可以吃的 就是風味香氣不見 而且如果真的發現 你的香菇如果受潮的話 其實放在烤箱裡面烤一下 也可以就是讓它水分可以 就是讓它再冰淡 我之前香菇保存 我就想說反正買回來 為了保鮮就是全部丟冰箱 那以前我們都會用那種夾鏈袋 然後直接放在夾鏈袋裡面 就直接放在 你有沒有習慣就是 像這種比較 可能你偶爾會用的東西 你都會放在門邊 比較不會塞到裡面去 對不對 所以會放在門邊 那冰箱你這樣一直開開 關關 開開關關 因為它有水氣 忽冷忽熱 忽冷忽熱 裡面就臭鋪而且會發霉 對 真的會 因為那個夾鏈袋 其實它很容易會撞到 它就變 對 那你在冰箱裡面 會發更多的細菌 對 真的 好 那我們先謝謝邱翔老師 好 各位要請問一下營養師 我們知道香菇是越乾燥越好 不過在保存的過程裡面 我們聽到很多來賓都講過 就是說很難保存 那很難保存你就放在冰箱裡面 那中間只要一受潮 只要一花霉 而且香菇因為它的顏色 花霉又看不到 那花霉吃下去以後 對身體的影響就很大 那怎麼辦 其實主要就是霉菌 就是它的霉菌 其實霉菌吃到身體裡面的話 對我們的乾燥其實都是一個負擔 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真的保存是很重要的 如果真的你有時候買太大包 我們就分裝放冷凍庫 所以每次要用的時候 拿下來要用的 就像雅蘭剛剛講的 不要解凍又冷凍 解凍又冷凍 這樣其實就很容易發霉 因為溫度一直在改變 家裡人口就算沒有太多 有時候它東西可能都是一大包 所以你必須要保存好 我覺得還滿重要 不然你有時候放可能沒多久 就要丟掉了 就都浪費了 雅蘭說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如何保存食材 也是就是我們挑選了好食材 回家如果不懂得保存 也是浪費對不對 所以雅蘭平常就說 像之前已經有過那種 發霉的經驗 後來用什麼方法保存 你知道 而且我跟你講 保鮮盒一定要挑 我覺得保鮮盒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學問 像你看家家戶戶 有誰家不需要保鮮盒 沒錯 可是我告訴你 一般的保鮮盒 你可能覺得我東西放進去 扣起來 它就已經保鮮了嗎 NO 真的沒有 你來教我們 我跟你講我這個超強超厲害的人 真的有沒有騙你 好 這還可以玩遊戲喔 很有趣 對啊 這保鮮盒真的很有趣 譬如說你看 像我們一般的保鮮盒 它是不是只有表面都是平的 對不對 但是我這個 它厲害的就在 它還可以 真空 你有沒有聽過真空 像我們牛盤 我們去買牛盤 它是不是都一塊一塊 全部都真空包裝 對 這樣子的話 肉質的鮮美 比較可以被保存 沒錯 其實操作方法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把它放上去有沒有 然後輕輕的就這樣拉 沒有用力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當它表面陷下去之後 就代表它OK了 對 這樣它就可以達到真空狀態 空氣已經被你衝出來了 對 那要怎麼把那個氣放掉 我跟你說 要怎麼放氣 打開就放掉了 不是嗎 更有趣 它很好玩喔 只要一觸一按 你聽喔 真的有聲音 有氣的聲音 一氣就跑進去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我再做一個實驗給你看 好 我們用這個 然後我們直接 我有帶綠茶 綠茶 很有趣喔 因為我們有時候 都會醃一些醬瓜 有沒有 然後我們醬瓜不是都會有一些湯汁 可是你又很怕那個湯汁會流出來 會啊 對不對 一定會 除了保存食物之外 這樣冰箱也不會搞髒是不是 沒錯 而且我跟你講 它真空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會讓你的食物不會變質 而且那個你的醃的那個醬瓜 它會更容易入味 對 超厲害 超強喔 然後你看喔 我就把它扣起來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直接放上去 壓壓壓 抽抽抽 不用很大的力量喔 不用不用 輕輕的 不用很輕鬆 然後它下去這樣就完成了 不要太用力太過度 它會拉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會覺得那個氣有一點 就是回抽的感覺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再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我把它打開 對 會露出來了 它是完全不會流出來 然後你看我們直接把它按 一按 有沒有 然後它就可以打開了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你知道嗎 像你知道 我家家戶戶戶花在那個保鮮盒上面 真的不知道花多少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這個邊 買到不好的 容易發霉 對 而且還要清洗 而且不好清洗 不是不能要 我跟你講 這個都要每天洗 沒有 我都洗不掉 洗不掉 我不敢用 對 因為你用完之後就洗一邊 可是一般我們的膠條 是不是很難拿得下來 洗不掉 可是它這個超厲害的 不是很難拿得下來 是不是拿不下來 它可以 我試過 就是用叉子一直在那邊挖 挖壞的 對啊 但這個很厲害 它符合人體工學 它留了一個指頭的縫給你 所以你直接這樣子 拉起來 它就起來了 是 然後洗完之後 你再把它輕輕地壓回去 洗完之後把它弄乾之後 再壓回去 它就不會發霉 對 就不會發霉 所以這是一定要清洗的 我們家裡買的那個 可以拿起來洗 洗完裝不回去 對 因為它就鬆掉了 被你拉起來鬆掉了 那個尺寸又不一樣了 硬著把它拉壞了 我是不是裝錯了 大小裝錯了 結果在那邊裝半天 它很厲害的是 它連這一顆 都可以全部取下來洗 完全好 對 因為這個也很容易髒 如果你是醃肉的話 這個一定會髒 我覺得它好強 它就那麼輕輕這樣 好像很好 而且你剛剛那一個 已經變成泡沫綠茶了 對 沒錯 而且我覺得它更棒的是 因為我們現在很需要 就是對身體健康的 重點是它有通過SGS 所以你不怕它有可能 會釋放一些什麼甲醛 或者是釋放一些那種 塑化劑之類的 完全都不會 它有經過認證 對 而且像它有很多尺寸 像這種我就會拿來放一些蔬菜 因為你裡面沒有空氣之後 它不會氧化 所以青菜會很翠綠 對 真的 然後像我有時候冷凍 我會把它譬如說肉 有沒有 你有時候買絞肉 很多對不對 你就把它分成一坨一坨 這樣子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 直接挖一坨起來用就好了 再把它放回冰箱 所以它如果要把它氣抽出來 只能用這一支嗎 我跟你說 如果你在外面 可能沒有帶這一支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手 用手也可以 對 徒手也可以 你就直接這樣壓 壓 有沒有聽到空氣的聲音 有 但是它可能沒有辦法 像這一支一樣 壓得這麼密 對 但是你可以用手這樣壓 那我如果放在這樣用嘴巴 這樣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你是不是想試試 你試試看嗎 對 你試試看 好 然後你可能覺得 是不是沒有陷下去 這樣它有把空氣抽出來嗎 對 還是有 但是沒有辦法抽得很完全 憲哥 你聽聲音 還是有 還是會 所以你可以用手直接這樣按壓 對 而且我再教大家一個撇步 為什麼你們家裡的保鮮盒 完全會刮 有刮痕 而且髒髒就就了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都有刮痕 對 一定都會有刮痕 那你都用什麼洗 用那個就是洗碗的海綿 對 我跟你講不能用髒髒 用髒髒會全部都刮花 所以刮花它上面就會卡污垢 卡污垢就會有細菌 對 一定要用 而且這樣怕那個就有毒素 會放出來 所以一定要用這種木薑棉 它叫木薑棉 如果你用海綿也不行 因為海綿會洗不乾淨 我以為海綿已經看起來很軟了 不像它 海綿不軟 你看喔 這個更軟 它這是完全 而且摸起來像紙 對 就紙木薑一樣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它是完全不會刮花你的保鮮盒 所以保鮮盒就可以用很久 是 是 對 好厲害喔 不穿耶 果然是一定要的 海綿真的很會吃薑耶 這個一定要的 因為食材要新鮮也不能浪費 對 好 那我們請問一下營養師 像這種保鮮盒要選擇的時候 有哪些重點要特別注意 其實像剛剛雅蘭提到很重點 就是清洗的部分 對 拆洗 那這樣清洗得乾淨 才不會有黴菌的一個滋身 還有就是一定要強調就是 如果你常常保存的是一些 比較偏油的食材的話 最好還是用玻璃的 如果你是保存一些蔬果 沒有油的 那你就可以用塑膠的 然後有刮痕 有變色 或者有任何裂縫 其實都要丟棄 不要再重複使用 那過年到了我想很多人 都會大量的一個採買很多的食物 當採買的時候注意它的新鮮度 但是也要注意你保存的方法 沒錯 如果你保存的方法不對的話 再怎麼新鮮的食物 可能一天兩天就壞了 那壞了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們今天因為過年的關係 我們特別請休香老師 來教我們怎麼把很好吃的食材 變成很美味的餐點 美味餐點即將上桌 千萬別轉台喔